今儿晚上可真够乏味的 除了歌就是舞的 即便是费尽心思想争宠 也要学点别的吧 非要把自己弄得 跟个歌舞乐技时的 自变身家 真是没趣 家贵妃别总说旁人啊 想当年你不也是什么 长谷舞啊 扇子舞啊 吹短箫 弹北琴 一天一个花样嘛 东施小皮 我跟家贵妃都是伴老徐娘了 哪里比得上人家 十几二十岁的妹妹呢 就算是东施 那也年轻水灵得很啊 弄瓜秧子似的 知道怎么伺候人 非要您长一些才有韵味呢 嗯 极好 这果然是匠心毒蕴 如入画中啊 这令萍啊 也算是有敬意了 也不再是当日 只认得燕窝戏粉 连白瓷和甜白柚 都不分的女子了 皇后娘娘 您看令萍今夜如此做做 您觉得如何呀 做做能得了皇上的喜欢 不安 怕也不易 令萍过来吧 是 皇上 好 臣妾知道 皇后娘娘素爱绿梅 原想寻些绿梅来敬献 但是绿梅难寻 虽是红梅 还请皇后娘娘笑呢 这些个日子不见 没想到你在忙这些 臣妾不过是花点心思 拨皇上和皇后娘娘一笑罢了 令萍啊 过来坐镇的身边 是 这梅萍和沁贵人 谈琴唱曲 你却能借着西湖景色异舞 实属不易啊 谢皇上夸奖 皇后深爱梅花 今日异舞 想必也和皇后的心意吧 令萍不会也喜欢梅花了吧 臣妾喜欢凌香花 少年时最爱 现在也不曾改 好 朕与皇后也都喜欢 皇儿啊 太后请您记得翻牌子 皇娘要朕与陆君瞻 不忘旧爱 朕都记得 臣妾年长 还是庆贵人服侍皇上为家 罢了 朕今夜 还是不翻牌了 就让令妃侍奉朕吧 喳 谢皇上 令妃 怎么 有何不妥 怎么会 令妃 令妃今日胡上起舞 劳心劳力 时候也不早了 还请皇上和令妃早些歇息 臣妾告退 好 你们都退下吧 臣妾告退 臣妾 纯贵妃 咱们当年可都是生了皇子 才得的妃位 即便是淑妃 也是育了喜才封的妃 令妃她一宫女出身 凭什么意愿而伤啊 螳螂捕尘 皇雀在后 那是人家的本事 我看她是伶俐过了头了 皇后娘娘 令妃今晚上这一出 跟您说过吗 我看即便您的手势五指衫 也拢不住这样的孙猴子吧 家贵妃 皇上才免了你罚贵奉仙殿 你更应该谨言慎行 是 说来也有趣啊 太后一直不太搭理梅嫔 今日为了抬举庆贵人 拉上梅嫔 梅嫔万一跟着附了宠 倒是运气啊 梅嫔一致喝药调养 身子也不太好 腹宠怕是有些难 也是 这些年瞧着梅嫔 脾气越发地古怪了 臣妾还记得 孝贤皇后离世那晚 梅嫔就是很奇怪 言辞尖酸不说 臣妾仿佛听到 有人落水的声音 梅嫔也不愿去查看 否则或许能救了孝贤皇后上来 有这等子事 你和于妃怎么没提起过 那日孝贤皇后落水崩市 咱们都乱了方寸 谁还顾得了这些啊 今日若不是梅嫔跟庆贵人 一同出现在水上 臣妾早就忘了这茬事了 好 皇后娘娘 家贵妃的话势不中听 但话却在理 令妃之前一直巴掌您 坐低拂晓 怎么忽然就 不声不响地 整出这么大一出来 奴婢以为 家贵妃的心思多深 咱们是碰到过有些数的 但令妃的心思 却不知深浅 令妃 令妃讨好本宫 无疑是想得了皇上的恩宠 如今已经得了皇上的喜爱了 就不必在本宫面前 虚语为疑了 但也不能不对令妃留心 皇后娘娘 小瑞子来了 小瑞子 是来往京城 替您和于妃传递消息的 怎么这么晚还跑来 让她进来吧 喳 奴才小瑞子 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是什么 于妃和淑妃还好吗 回皇后娘娘的话 自从二月里御甲离京后 吴阿哥便害了伤风 断断续续地咳嗽 一直不见好 于妃娘娘急了 问 能不能拨了姜太医 回京照顾 那自然是永其要紧 淑妃呢 淑妃如何 淑妃娘娘也不好 月份大了 手脚水肿 胀得精精亮 还得服用细水的药 且淑妃娘娘肾气衰弱 这些日子 脸上 起了许多 像狐狸一样的黄斑 要不要紧啊 皇后娘娘安心 太医说 除了肾气弱 其他大理还好 怎么永其一并 淑妃的身子也跟着不安了 虽说 有孕的女子肾气弱是常事 有些脸上是会起些黄斑 但那些都是民间妇人调养不慎 才多些 那也是轻视不得的 即可让江太医回京伺候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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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儿怎么还没睡 今晚闹了这么多事 本宫睡不成 竹儿是担心令妃 皇上或许和前几回一样 宠她几个月又丢在脑后了 令妃那个小剑人 有什么可担心的 本宫担心的是梅品 您担心她做什么 别看她闷不吭声 知道的事可不少 我们要多留意着些 林侍卫 寻完夜回去喝两桩 不了 今夜有些累了 林侍卫 有人 快 把她给捞上 上 事办得很好 皇娘那儿有动静吗 没有 这事就是个意外 齐太医家中已得了赏赐 也对皇上感恩不尽 那就好 朕也不想与皇娘撕破脸 奴婢明白 姜亭已经回宫 去照顾吴阿哥和淑妃了 往后啊 她可以留在皇上您身边 伺候您 在朕的身边伺候朕的人 一术自然得好 但心术也不能坏 姜语斌可用与否 还得细细观察 姜语斌是皇后娘娘提拔上来的 那也得小心 朕的身边啊 可信的人太少了 皇上 人处置了便好 您别多想了 这皇后娘的手啊 也伸得太长了 原本只是以为 她安排些嫔妃 在朕的身边窥探禁言 朕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没想到 她竟然盯上了朕身边的御医 看来朕的后宫啊 得好好料理料理 皇上 您是说淑妃他们 淑妃对朕呢 还是有些真心的 朕也并非是草木之心 朕都明白 可其他人 永其风寒未遇 淑妃又孕中水肿 臣妾已吩咐江御兵 尽快回京了 江御兵 细心稳重 让他去照应 朕也放心 是 只是齐太医刚刚出事 江御兵又赶回宫中 皇上身边倒是没有一个 得心顺手的 可以照应呢 无事 朕无碍 这太医院啊 也派了那么多人来伺候 只要等到淑妃 还有勇气安稳之后 再叫江御兵回来伺候也不迟啊 也好 说起齐太医之事 臣妾确实有些心惊 齐太医侍奉皇上多年 医术深厚 却一不小心失足落水 允了性命 实在是可惜 这奇辱之事啊 这奇辱之事啊 朕也是始疗未及 不愿相信 这医者的医术啊 不管再怎么身后 医人容易 但是自己的生老病死 也由不得自己做主啊 也讨论 也是 皇上 还有一事 庆贵人侍奉皇上多年 行为并无差池 应该尽个平位 卫氏无子都已经是妃了 庆贵人却迟迟没有动静 卫氏封妃 只是朕不喜欢 皇上娘当众干涉 朕与你的私事 气恼之下 便尽了她的位分 皇上娘是太后 也应该看顾着嫔妃们 皇上和皇上娘赌气 一 未给皇上娘面子 二 也会伤了母子天和 陆氏封嫔就封嫔吧 不过朕不是为了皇上娘 是可怜庆贵人 在宫中待了多年 也顾及你的心思 还有处境 多谢皇上体恤 请令妃娘娘安 是 皇后娘娘在里头 祖宋规矩 进了妃位 依礼要拜见太后和皇上皇后 如今在刑宫 虽不像在经理言及 本宫也不能失了规矩 是 娘娘里边请 那边都安排妥了吗 都妥了 丁准发心 皇上 令妃娘娘求见 让她进来吧 是 臣妃请皇上 请皇后娘娘娘安 起来吧 怎么来了 臣妾得皇上隆恩 有幸封妃 今早拜见了太后 想着给皇后娘娘行礼 到了碧吾阁 才知道皇后娘娘在皇上这儿 这就特意前来 一并向皇上和皇后娘娘谢恩 请皇上皇后娘娘 受臣妾六宿三跪三拜大礼 这大礼也就免了吧 令妃 你的册封礼还来不及行 这大礼也就免了吧 是 谢皇上 赐座吧 谢皇后娘娘 听说咱们要北上江宁 臣妾见识粗浅 这杭州风景已是大开眼界 知道了江宁 不知又是哪般好风景啊 令妃怎会是见识粗浅 西湖美景也抵不上令妃 胡上立武的意境 皇后娘娘说笑 臣妾不过是取巧罢了 这只是想搏皇上 和皇后娘娘一笑 哪里比得了 这西湖的真情实景 又哪里真入得了皇上 和皇后娘娘的眼呀 皇上 皇上 钦天剑兼政求见 钦天剑骤染求见 所为何事啊 想来是皇上恩泽江南 天相侠锐啊 好 那就一同听听吧 带她上来 喳 带她上来 微臣见过皇上 微臣给皇上 皇后娘娘 令妃娘娘请安 天相如何 皇上 自乾隆十三年 天相异动之后 一切平静 今日微臣见紫微心中 有小心相冲 有行客之相 微臣惶恐客来禀告 皇上 紫微心乃地心 若小行行客 那是客着皇上啊 此小心不详 且是从紫微心中分离而出 似主皇嗣降生 古真如此 乃至父子相客呀 你的意思是 在朕的孩子当中 有人对朕不忠不孝吗 非也 非也 只需父子不相见 与皇上便是无碍 眼下皇上不在宫中 只怕这小心 已经克了命弱的皇子了 如何克法 轻刑则报病 重则丧命 与皇上相客 也是如此 监政所说 莫非是淑妃附中皇嗣 令妃 皇嗣也是你可议论的吧 是 好 你先退下吧 谢皇上 令妃你也下去吧 是